1秒能下載2小時電影 高通機手 宏達電眼等三家廠商 用4K視訊拼5G未來 5G時代家裡的網路器 就只需要這樣小小一台 就可以同時的連手機跟無線的玩VR 一次能連接20台裝置 跟隨音樂跳舞 玩其遊戲 也不再綁手綁腳 但無線的VR 宏達電還想做得更多 各個Vertical 包含教育 包含設計 包含醫療 復健 包含做一些精神上面 比如說可以做一些治療 其實我們看到在醫療上面的應用 VR還是相當具有潛力的 不過高通的野心也不只如此 這台AI攝影機能做到人臉辨識 放在商店裡 除了可以估算出顧客的平均年齡 也可以一秒內看出誰是VIP 誰是黑名單 用右上角的小符號給店員提醒 智慧零售的方面 AI相機是非常有用的 因為你可以觀察消費者進到商店裡面 那些行動 他們比較喜歡去哪裡 觀觀 看什麼熱點等等 但要搶曝光度 英特爾不遑多讓 還找來神秘嘉賓肖敬騰來稱場 速度非常快 然後畫質非常非常真實 基本上你一打開電腦 絕對超過六個小時以上 我的部分 因為比如說我們做音樂不可能 半個小時的空閒你不可能打開電腦 因為不可能做完 AI藍圖也有大進展 這個智慧路燈能一次辨別路上所有車牌 揪出違規車輛 看來5G之戰已經進入肉搏階段 東森財經新聞六指高底搖 台北採訪報導